大家好 这里是零度解说 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下 如何在Mac系统上 安装最新版的Windows 11 或者Windows 10系统 今天这个安装方法 适合任何版本的Mac系统 无论你是M1 MI 或者是英特尔芯片都可以 在开始安装之前 首先我们打开这篇文章 链接就这个了 打开以后 销键往下拉 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下载这个 VMVision Pro这款软件 这款程序它以前是收费的 但它现在已经正式完全免费了 之前好像190多美金 但它现在已经完全免费了 现在我们点上方一个下载链接 打开以后 先往下拉 然后下方它的下载链接 然后下方有一个VMVision Pro下载 我们点击打它 进入以后 先我们需要注册一个账号 我们点上方有一个logo印这里 打开以后 点里面有一个注册按钮 我们先注册一个账号 输入游箱以后 我们点击下一步 然后它会发一个验证码 放我们有箱里 收到验证码以后 我们输入一下 我是827449 点击验证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输入 我们个人的信息 这个也可以随便填写 不一定要真实的 设置一个密码 注册以后 我们点击登录一下 注册好登录以后 然后现在我们回到 刚才这个帖子上 然后下方有一个 进入到管理中心的链接 我们点击前往 打开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上方这里 它就会出现 VM Vision Pro的下载链接 这里要注意的是 我们需要选择这个选项 就是个人使用这个选项 打开它 打开以后 在这里看到 最新版本是15.5.i这个版本 那就把它登录下来 打开这个链接 打开以后 往下拉 在开始下载之前 首先我们需要 勾选上方这个条款协议 通编以后 那就我们点下方有一个下载按钮 我们把它登录下来 再点击YES 简单输入个人信息以后 那就我们点击确认就可以了 我们点击下载 再来的话它就开始下载了 我们稍等一会 总共是750兆左右 下载好以后 然后先打开它 进去安装一下 打开以后 那么点击安装一下 算机就可以了 我们点击打开 收入密码 它就会开始 安装这款VM Vision Pro软件了 我们点击同意 到这一步的话 那么先勾选下方有一个 我希望授予 将VMV Vision Pro 用于个人用途使用许可 勾选以后我们点击继续 我们点击完成 点击允许就可以了 我把它全线打开 打开以后 我们需要把它全线给打开 打开全线以后 就会进入了安装界面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执行第二步 就下载Windows1 ARM结构的最新系统安装包 这个链接我就放在上面了 第一是训练下载链接 然后第二是BT总值下载链接 到时候根据自己情况去下载 如果你电脑上已经安装好训练的话 那么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来进下载 或者你可以通过BT总值来进下载 就上方这个链接了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么你可以通过这款QP的多瑞的 这款下载工具来进下载 打开这个链接以后 然后往下拉 把它安装包给它下载下来 选择它Mac版本 安装以后 然后你通过这个链接去下载就可以了 它下载速度还是挺快的 每一秒可以达到将近9兆左右 这个下载过程可能需要点时间 到时候大家去等待一下 当它下载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Windows1 ARM结构的ISO系统进行文件 下载好以后 然后这边的上方有一个 从光板或者印象中安装 或者你可以直接把它拖进来就可以了 拖进来以后 然后点击继续 继续安装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设置一个加密的密码 设置好以后我们点继续 它默认情况下 配置是4G的内床 然后双核除去 默认情况下我们可以不用修改 那这么点击完成 点击床处 这样的话 它进入安装界面了 这么点击允许 那这样我们回事确认一下 这样的话它会进入到安装界面了 当我们看到这个安装界面以后 那这么点击下一页 点击安装就可以了 进入以后 这么选择Windows的专业版 然后点击下一页 接着它的条款协议 点击下一页 你想执行哪一种类型的安装 这样我们选的第二个 就是全新安装 选择切换期以后 那么点击下一页 好 这样的话 它就开始把这个Windows 11 给安装到虚拟机上了 这个安装过程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整个安装过程 主要取决于当前Mac系统的硬件配置 硬盘图写速度越快的话 那么整个安装过程 所需的时间就越短 重启以后 它会进入到配置界面 这个安装过程 它会重启两次 好 进入了这个界面以后 它会让我们选择 所在的国家地区 这个根据自己情况 选择就可以了 选择好以后 我们点击4 拼音输入法 我们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 第二种布局 我们跳过 好 到这一步的话 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它需要让我们联网 才可以进行安装 如果你当前没法联网的话 那么可以通过键盘上的 FN加Shift加F10 这快捷键 来打着命令中断 如果用的是外接键盘的话 那么你只需要通过键盘上 Shift加F10 同样给打着命令中断 打开以后 然后在上面输入这个命令 OOBE 斜干 后面跟上bypass 接着输入NRO 输入好以后 然后接下来回头确认一下 这样的话它会重启一下 这个步骤我们主要是为了 绕过联网安装 之前我已经给大家 介绍过这种方法了 重启以后 我们重复下刚才的步骤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 它下方就会出现这个 我没有英特尔连接 然后接下来打这个选项 打开以后 那我们点下方有个 具体执行受限设置 就是来设置一个本地账号 就不需要联网了 那么输入我们的名字 零度 输入好以后 我们点击下页 然后设置密码 确认一下密码 点击下页 问题的话我们随便设置一个 接下来进入到影视设置 这个更新情况去设置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关闭掉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全部关闭掉 设置好以后我们点击接受 我们稍等一会它马上就好了 当我们看到这个界面的话 那说明它现在已经安装成功了 安装成功以后 然后接下来需要执行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 就是安装虚拟机的工具包 我们进去上方的虚拟机这里 打开以后 它下方有一个安装VMV2S这里 我们点击打卡 那这么点击安装 这时候它会弹出一个驱动器 我们先打卡 我们点上方有运行这个驱动器 这样点击4 那就安装一下 点击安装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工具包不安装的话 那么你是没法设置这个 单线屏幕的分辨率 还有它联网功能的 安装好以后我们点击完成 它需要先重启一下 我们点击4 我们稍等一会儿 重启以后 我们重新进入下系统 重启以后 它就会正常连网了 没看一下 打开浏览器 先去搜索一下 然后输入零度解说 这输入非常快 那么感觉这个在Mac系统上 安装虚拟机 它比在Windows系统上 让安装虚拟机更快 非常的丝滑 然后这分辨率也可以设置了 那么打里面显示设置 在分辨率这里 就可以进行设置了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全面显示了 同时安装好这工具以后 它就可以在这个Windows 11 和这个Mac系统上 来进行文件护存了 那先我们来测试一下 比如现在我在里面先进一个文档 先进以后 我们先来测一下 来慢慢拖出来 来拖到这个Mac系统上 是可以的 大家看到 是完全可以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Mac系统上的文件 拖到这个虚拟机里面 我们来测一下 这个图片是在这个Mac系统上的 我们先来测一下 能不能拖进去 我们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 看可不可以 是完全可以的 它是可以完全无缝切换 来进户床的 任何文件都可以 压住包也是没问题的 比如我们来压缩一下 压缩以后我们可以拖出来 是可以的 没有任何问题 打开看一下 没问题 然后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 在里面安装这个微软的应用商店 在下方点击这个开始按钮 打开以后 在里面点击这个Microsoft的动 来进行安装下这个微软应用商店 好 安装好以后 我们点击启动 你可以把它固定到开始界面 再这样的话 就可以进入到应用商店了 我们来安装一个应用程序来试下 比如我们安装下这个Microsoft Teams 来安装下 看能不能正常安装打开 好 安装好以后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没有任何问题 那先安装一个游戏来试一下 找一块游戏来试一下 那么点击获取 也是可以正常下载的 也是可以正常安装的 我们可以进全屏一下 全屏以后 就完全就像是在Windows系统的使用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需要退出全屏的话 那么把水泡放到底部上 那么在上方这里 选择当初窗口 就可以退出全屏了 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就可以跨速在Windows和Mac系统上进行切换 非常的方便 你可以在Mac系统上进行办公 或者可以跨速切换到Windows系统上 这样里面玩游戏 或者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如果想自定义这个硬件配置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关闭一下讯定机 我们在上方讯定机这里 我们点击关机 点击关机就可以了 好 好 关闭讯定机以后 那我们再次点击搬出图标 打开以后 我们点上方有个处理器和内存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改 单前处理器的内核 还是内存大小 都可以进行更改了 更改好以后 然后再关闭掉 接着我们重新启动虚拟机 这个速度确实非常快 它现在目前这个安眠芯片 对这虚拟机识别度非常高 以前完全没有这么失望 非常的流畅 当然可以在里面安装任何影学的游戏 再的话就不用担心在麦克系统上 无法玩些游戏了 如果想创建单前虚拟机的快照的话 那么点上方再创建按钮 来创建单前虚拟机的快照 点击以后 就可以创建一个虚拟机的快照了 类似于网吧的系统还原功能 当然如果你需要在麦克系统上 安装Windows系统的话 那么同样回到干涉帖子下 直接往下拉 拉底部 在上面文件提供了这个ARM结构的 Windows系统的安收镜像文件 到时候把刀络下来就可以了 下载好以后 整个二刷过程跟上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今天视频所拥的全部软件 还有它们的下载链接 我也把它放到视频下方 还有零度播客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